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厨子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道风味金箍肥料 这道菜是采用小朋友爱吃的番茄酱来制作 所以它是一道专门为不能吃辣的朋友所准备的 首先起锅烧热 加油 放姜片 蒜片 泡海角 炒香 加入适量的番茄酱 炒出颜色和香味 如果大家加入没有番茄酱 可以直接将西红柿去皮后切成小丁 放入锅中炒成酱汁就可以了 加入适量的高汤 调匀 把火烧开 然后关成小火 用楼上捞去姜片和泡椒 只保留原汤 锅中调入少许地盐 尾巾 鸡精 胡椒粉 锅中调入少许地盐 尾巾 鸡精 胡椒粉 切粑 把它做到一段时间 ぐ一切就是 把火烧开 後倒入煎粥锅 煎粥锅 煎粥做赣 煎粥当时 煎粥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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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开 火烧开 火烧开 煎粥锅 然后煎粥锅 煎粥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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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开 烧开 投入肥料 在肥料变色后 就可以捞出 将剩下的汤汁 加入少许的香油 拧在肥料上 撒上一把葱花 美味几成 厨子所餐 一个分享美食与主菜心得的地方 更多更好建议 欢迎视频下方留言交流 创作不宜 我是厨子 期待您的关注 谢谢大家